在馬拉松的賽跑當天非常感動 因為這次是我們五十周年 也是我們第一次籌隊去參加馬拉松 剛才聽過我們一共有一千八百人 當天我去到會場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感受到我們團結的氣氛 因為有見到那些同學在做啦啦隊 在沿途那裏做啦啦隊 有見到我們有很多做物理治療和急救的人在幫忙 所以我們給我們一些掌聲給自己 聽說我們是做了陣容鼎盛隊的第四名 即是說可能是第四個最大的組織 是參加這個馬拉松隊 其實我相信馬拉松這個運動呢 帶給我們的是一種的 Team Spirit 穿著那件中大的衣服的時候 是給到我們一種很團結的精神 在這裡再一次多謝各位的運動員 也多謝呢是背後做了很多工作的我們的同事 包括我們的教練啦 包括了我們的做後面支援的同事啊等等 那呢希望我們呢是明年呢是超過二千人參加 多謝各位 我們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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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大畢業都一段時間 另外自己在香港跑到一定的成績 經過今次覺得中大很支持我 很肯定我的成績 令到我感覺到好像一個大家庭 在背後背景著我 可以跑得起勁一點 樂力一點、快一點 另外在當中 我看到很多中大的同學 校友一起跟我打氣 加油啊加油 其實是令到我可以跑得快一點 令到我有一種歸屬感在當中 好了,在頒獎禮完畢之前 我們不如先拍幾幅大合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清聖